天父 今天早上我们非常谢谢你 爸爸 我们这样对你说 爸爸 我们回家 未来就是敬拜你 今天早上 我们一起与弟兄姊妹来告举你 我们再次宣告天父 你就在这里 好 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一起这个时光 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准备敬拜我们的神阿宝 再次对弟兄姊妹们说 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 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 好不好 给大家一个鼓励早上吧 今天早上非常欢迎每一位回到神的家中 谢谢每一位 好 这时刻我们先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先宣告神就在这个地方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再次对神说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回到你的店中 我们重新把焦点 转向你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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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把昨天 敬拜不停息 继续来宣告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把昨天 敬拜不停 我们欢迎你 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有几切 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焦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散开祢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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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我赞叹祢的荣耀主乃 借着水高 散开祢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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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我赞叹祢是荣耀主乃 散开祢的荣耀降下来 散开祢的荣耀降下来 向天藏在祢的荣耀降下来 望我在祂地 祢是荣耀主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何以清白 恍惚耶稣基督 神写羔羊 荣耀归于祢 天上地下 何以清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上地下 何以清白 恍惚耶稣基督 神写羔羊 荣耀归于祢 天上地下 何以清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起来水高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 焦点 转向祢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宝座前 敬拜不停息耶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 焦点 转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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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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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座前 敬拜不停息耶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天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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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上 我们欢迎祢 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祢 我们的天父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我们欢迎祢 宝座前 敬拜不停息耶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 焦点 转向祢 天父 今早上 天父 我们欢迎祢 天父 今早上 我们欢迎祢 宝座前 敬拜不停息耶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 焦点 转向祢 前父们再次欢迎祢天父 生存在这里 就在这里 到座前 敬拜祝 天上陛下 天上陛下 合一敬拜 我们先和小吴请早上 合一的敬拜 高举我们圣洁的耶稣 天上陛下 再永恒的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 再次欢迎祢天上陛下 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扬 荣耀归于祢天上陛下 再永恒的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又喜乐 我又喜乐 我又平安的心 你圣灵 每天充满我 去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我愿意 我愿意 充满赞美旋律 充满赞美旋律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去帮我信 我又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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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平安的心 你圣灵 每天充满我 去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去帮我信 我又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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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平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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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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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话语 去帮我信 我又喜乐 我又喜乐 我又平安的心 你圣灵 每天充满我 去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我又平安的心 我又平安的心 你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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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平安的心 我又平安的心 你圣灵 每天充满我 去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夕方私 去帮我信心 我又江梯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心情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谁放不醒就准备 我们起来唱来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 Yes that's right 继续再大胜利好不好 太久没有回来 神的业终敬拜了 我们今天早上 金钱敬拜我们的神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谁放不醒就准备 我有喜乐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心情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谁放不醒就准备 我有喜乐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心情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希望我是 祢主耶稣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希望我乘 祢主耶稣 祢主耶稣 祢的欢愉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com some land 愿前拿圣告 祢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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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欢愉 希望我是 羿 哈利路亚 再次给我们天父日月上升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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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见早上 非常感谢天父 爸爸们再次对你说 爸爸我们爱你 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 你的爱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爸爸今天我们重新回到店中 来敬拜这份的喜悦 我们充满期待很久很久 天父谢谢你 因为失去 才让我们更懂得珍惜 天父 我们再次对你说 神的家 我们有你的同在 我们再次克服你的同在 我们再次对天父说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教掩 转向你 爸爸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神就在这里 保佛 保佛 天父啊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天父啊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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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的爱 更深的出我们敬拜的心 更多的出我们敬拜的心 敬拜不停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抱着前进拜不停行 我们的手用这杯 我们敞开我们的手 这时刻我们领受天赋的爱 领受天赋的平安 领受天赋的平安 圣灵啊更多的 圣灵啊更多的 圣灵啊更多的出我们 圣灵啊更多的出我们的圣灵啊更多的出我们的圣灵啊更多的出衣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钻向你。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保住前,敬拜不停息。 那我们继续敬拜我们邀请我们的主人牧师到我们当中。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钻向你。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保住前,敬拜不停息。 是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的伴。 因为我们在敬拜我们的天父爸爸。 我们在敬拜祂。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天使,根据我们一起敬拜天父爸爸。 因为祂配的,祂是伟大的。 祂是荣耀。祂是伟大的。 祂是荣耀。祂是佩翰的。 好,恢复了。 继续来再讲,再敬拜。 天使,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 今天早上可以来敬拜祢 我们感恩 就是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我就在天父爸爸早上来邀请我们这些孩子 他说孩子 你今天早上要我帮你什么吗 我是你的父亲 你今天早上是要我帮你什么吗 当我们刚才把敬拜献给他的时候 他已经很欢喜快乐 你要记得你的敬拜 在爸爸眼中看为美 看为宝贵 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你的敬拜 你的感恩 和你的谢敬 所以爸爸这次可能回转过来说 孩子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吗 好不好 这次可能你就开口跟爸爸说 爸爸你可能有某一些事情 你需要他帮你揭露 你需要他帮助你 你需要他为你开路 你就讲吧 这时候我们就开口讲 跟着爸爸 可能有的人说 哎呀我有点烦恼啊爸爸 或者说我有点压力啊 或者说我有点压力啊 你就跟他讲 他就在我们当中 他是父亲 他是你的父亲 他说你有什么东西 是要我帮忙的 告诉我 告诉我 天父爸我们感谢 耶 Thank you Jesus 继续的跟他讲 继续的告诉他说 爸爸 Thank you Jesus 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把它 交在天父爸爸的手中 你看为很重要的 或者是比较小的事情 你看为很严重的 或者是不严重的 爸爸都说 在我眼中 只要是你的事情 爸爸说我都关心 所以今天找到爸爸说 只要是你的事情 我都关心 因为我关心你这个孩子 耶 Thank you Jesus 耶 神就在这里 我们再把副歌唱过一次 是 你就在这里 哦 啊 啊 啊 expected 神就在这里 神就敬拜祂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 爸爸在这里 叫耶 转生你 谢谢你天父爸爸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pode 帮助 soldier 祝拜祝 祝拜祝 感恩 黄黄细细的来祝拜祂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交点转向祢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宝座前 敬拜不停行 要来 拍手来 神就在这里 爸爸我们敬拜祢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交点转向祢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让祂前进来 祢是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祢是天上地下 祢是天上地下 欢呼耶稣基督 神就在这里 荣耀归于祢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圣耀蜡 会邀赞 拜祢 我们四个月来第一次见面 那么我们就跟旁边的人来给他一个爱 给他一个爱 你不能跟他握手 你也不能冤抱他 就给他一个爱 然后你跟他讲一句话说 你比我想象中更好 更漂亮 你比我想象中更好 更漂亮 更卓越 给他一个肯定 感谢天父爸爸 我们大家请坐 那我们 真的是很兴奋 终于我们可以回到圣殿中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再次拜着 又兴奋又紧张 是不是 那么我们大家很兴奋也很紧张 但是我相信很多美好的事情 要发生在神的家中 也发生在我们的家中 也发生在每一个我们的公司 还有我们的城里面 一起说阿妹 我们一定要相信美好的事情 要发生 因为我们相信什么就吸引什么 听懂这句话吗 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 如果你相信天父爸爸是良善的 是好的 你就会吸引天父爸爸的良善和美好 不断地展显在你的生命中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兴奋 相信说许多许多美好的事情 要发生在这一个时刻 要发生在这一个季节 也要发生在这一个年代 不管我们环境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都要相信更好的事情都在发生 更好的事情要再发生 所以不要看环境是如何的黑暗 告诉你自己说 天父爸爸会使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说阿妹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好久没有听到掌声了 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实体聚会 其实本来就是我们的直播也同步进行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区还是没有unify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直播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是把这个聚会 把它先录起来 然后下午三点之后我们就开始首播了 因为直播的话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率 就是非常的卡 你们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本来我们希望是同步进行 但是因为unify 因为wifi的事情呢 早知我们暂时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宣告说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 说阿妹 我们以后呢每一次聚会就能够同步直播 那么我们教会呢 我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SOP 所以你来的时候都要戴口罩 那么我们在楼上你上来的时候 你都有看到我们的消毒剂 然后呢我们的社交距离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那么现在还有多一个就是呢 你们一定要记得要从那一个门口进来 然后从这个门口出去 这也是管子令里面所要求的 一个门口进一个门口处 那么所以呢你要上洗手间 你要从这一边下去 然后从那一边上来 这样走一圈可以吗 因为管子令这么久已经吃太多了 又坐太久了 多一点运动 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我们一个门口进一个门口出 这我就不懂 不是门口出口出 那我们就遵守就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来临的星期三祷告会呢 没有了 然后暂停 因为我们有教会 有领袖同工们有会议 那么我们应该管子令的要求呢 我们儿童还是不能有实体聚会 所以请记得孩子们的父母和长辈们呢 我们的孩子有Zoom儿童牧区聚会 星期六晚三七点 请你拿下这个Zoom ID 然后带着你的孩子一起上网 在线上聚会 那么我们感恩到我们 我们经过这几个月呢 我们2021年 我们的要开班 那将要开班的幼稚园呢 已经已经很蛮成熟了 已经一直在装备 一直在预备 那么这个我们已经也祷告 也宣传了很多次 报告很多次 那真实的在发生了 如果你的孩子在四岁到六岁呢 请你可以赶快报名 像我们的Lily Phone 或者是宴翻船到报名 因为呢我们是一个新的学校 所以我说新的学校 就一个很好的优点 因为它是新的 所以很多父母说是新的 然后我们有孩子限制人数 所以就更安全 全部是新的 没有人进过去过 所以我们感恩 我们为这个幼稚园 我们感谢神 那么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已经做了大部分的专修 然后我们还有加上设备 有专修还要有设备 因为是教育的工作 那我们早上幼稚园 下午我们要开知性班 所以呢 幼稚园就是像政府官方那样子的 一个课程 幼稚园 但是我们用天国文化的教育课程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会把上帝带进去 会把天国文化带进去 就是我们所谓的超自然的生活模式 所谓的怎么样的尊荣 所谓的怎么样子的祷告 怎么样子的听神的声音 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国文化的教育 当然我们政府的那个教育呢 我们一定有包含在里面 额外呢 我们加上天国文化的教育 这样子听得明白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已经 我们的团队都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只要等到明年 我们就可以开班了 那下午的知性班呢 我们盼望能够在八月份就开始 知性班呢 是每一天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是主题式的训练 比如说我们有舞蹈班 有画画班 有创意班 有英语 有国语 有科学 这些课程是主题式的 那么所有的详情 你都可以在你的区目 从你区目那边发出来的报告 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我们教会的 你的孩子是要来上知性班 也都可以的 就是下午呢 时间呢 我们特别用艺术 用创造力 神给我们的创造呢 各方面的来培育我们的孩子 当然下午的知性班 反正都包含着天国文化的训练 所以只要在 虎沙那的幼稚园里面呢 我们的教育的目标 是带出天国文化的教育 所以如果你孩子 要来上课的话 你都可以来报名呢 那么我们感恩呢 我们今天早上呢 是我们第一次 几个月做实体聚会 我们现在开始要受奉献了 不需要在家里拿逛逛了 那么如果你还是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姊妹 你照样的可以按照你列场的方式 你可以用你的罐子收好奉献 然后带来给教会 然后我们给你一个收据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线上转账 或者是用沙拉瓦可配 这些都是照餐的 那么如果今天早上 你的父母 长辈的父母 或者是比较年幼的孩子 不能够来这里聚会 那请你要记得下午三点 我们就首播了 所以呢我们 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呢 下午三点你上网 上YouTube 上Facebook 来看看我们直播的 真实的直播 跟我们的实体的聚会 分别在哪里 感觉有分别吗 氛围有分别吗 我们试试看 所以下午三点 我们就开始实体 就开始直播 首播了 所以我们感恩 我们请招待员们 这个时刻呢 我们是他们会 从前面呢 拿这个奉献带给你们 你们不用上来 你们也不用拿 那个奉献带 你们就把你们的奉献的金额 金钱放进去就好了 只有他们拿 那个奉献带 这也是一个安全 他们好 从后面收上来 所以大家预备好 你们的金钱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把我们的十分之一 把我们的出售果子 我们的感恩 我们的爱心 奉献都献上给我们的神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产生的神 我们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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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观世事的奉献 我用心 如果你奉献好了 你也派手来 你生命 每天坐马落 只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寻帮我信 我有喜乐 来拍手来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你圣灵 每天充满我 只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寻帮我信心 再来一次来 如果有喜乐 如果有平安的心 你圣灵 每天充满我 只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寻帮我信 因主耶稣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寻帮我信 我们看 因主耶稣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寻帮我信 再一次最后是宣告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 去帮我信心 我们再一次掌声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亲 好不好 这次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领受天父爸爸的爱和他的祝福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 你是一个好的爸爸 你是一个就是要赐福给你孩子的 本来所有地上的福气本来都是你的 只不过我们放弃了 只不过我们放手了 我们可能见证了 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 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的福气 他说今天早上当我们再一次敬拜你 再一次献给你的时候 我宣告说你的孩子们会领受到启示 因为有启示才会去相信 有启示才会去抓住他 有启示才会去得找他 今天早上让你的孩子们有这个启示 天父爸爸是良善的 天父爸爸是好的 他要用恩典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会越变越好 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卓越 而且这个福气呢 不只是在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家庭关系上 越来越卓越越来越好 天父爸爸这个祝福呢 也实在是领导我们的禁忌 我奉耶稣救命 明知我祷告说 让你的孩子有这个启示 我们要蒙福就是要给予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爸爸就把更多的加给我们 这个是你的话语 一点都没有错 而且绝对不会有错误 因为上帝的话语说出来 就是这样子 你说给出去的就多加给我们 所以今天早上我奉主的名字 我祷告 这里的孩子们明白了 这个原则 这个真理 这个启示 幸福蒙福的人生 是一个给予的生命 是一个给予的生命 我们把时间给出去 把爱心给出去 把精神给出去 我们把我们的金钱也给出去 把祷告都给出去 天父爸爸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你说你就多加给我们 多加给我们 给出关心 就多加关心给我们 我们给出祷告 就多有人为我们祷告 天父爸爸 我们给出时间 天父就给我们多时间 爸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很多人相信 上帝给我们 尽尽的祝福 过于相信神会给我们时间 但是今天早上 我要破除这个谎言 爸爸你会给我们时间 敬拜你 因为你看中这个敬拜的时间 过于一切 就好像父母看中 跟孩子一起的时间 那一种quality time 是最重要的 天父爸爸 你要孩子跟你的关系 是建造在这种的quality time之上 你要我们花时间敬拜你 花时间享受你 花时间尊容你 告知你 我封耶稣叫名字 我祷告爸爸的爱 您到我们山中 我说有祂的良善 有祂的启示 有祂的感动 有祂的恩典 师哥 如果你身体哪里有软弱 有疼痛的 请你把手按在那个地方 我要为你祷告 天父爸爸 你是全能的上帝 你是最大的医生 我们是你的宝贝孩子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我们按照在我们身体软弱的地方 我奉耶稣救命之说 得一致吧 得一致 得一致 谢谢爸爸 奉耶稣基督民求的 阿们 我们派展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谢谢我们的上帝 大家请坐 那我们感恩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根据教会前进的话 我们已经在谈一个 一系列的题目 就是叫做蒙福人生 跟旁边人讲一下 蒙福人生 问他你有蒙福了吗 有没有越来越蒙福 那我们今天是讲第四讲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早上 有非常卓越的牧师 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派展欢迎刘牧师 刘牧师在哪里 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 他非常非常卓越 所以你们要很专心听 因为等一下他要给你五个题目 谢谢我们的刘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在主里平安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也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族 那么我们在经过四个月的 这个广自令之后呢 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 充满着感恩 也很激动 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大家都还有生命气息 还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一起能够来敬拜 来赞美 并且来听上帝的话语 也感谢上帝说 在这一段的期间 谁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火山那教会 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会进入到这个蒙古人生的 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 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星期 我们已经听到 关于这个蒙古人生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 如果你的观念只是 全粹他谈到说 十分之一奉献 那其实这个并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一个给予的生命 像刚才我们牧师所强调的 就是给予的生命 所以感谢主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不单单这个疫情 也影响了很多的人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很多人可能在脑海里面 会否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时刻 来谈论关于给予 特别当然也牵涉到 这个十分之一奉献 到底会适合吗 感觉上有点怪怪 而且很多人心里面 难免会有很多的疑问 我们都像一帮人一样 可能我们会心想说 在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刻呢 那么在给予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 我平常的生活的运作呢 那么很多人心里面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甚至乎 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 被冒犯 感觉说 上帝你在这个时刻 在跟我谈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选其他的时间来谈 但是肯定这个时间 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时机 然而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态 调整好一下 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说 蒙福人生将是会是我们 可能你信耶稣几十年以来 他会是一个关键 一个转列点 那么让你的生命 能够再次有一个新的突破 就是这个新的突破 就是超越我们过去 在头脑上 对我们上帝的认识 对我们神话语的认知 但是这个新的突破 是我们内心 对我们的上帝 更深一步的经历 所以这个经历是非常的重要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 信仰若不是带我们到一种的经历 那么这个信仰真的是一个 很空洞的一个信仰 所以当愿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调整好我们的心态 就好比你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那么你听到有牧师 有传道或者你的朋友 跟你讨论到耶稣的时刻 你都会觉得说 他们是在卖花 葬花香的那种 反正都是讲你们的话的 但是当你一旦你决定好 你信了耶稣这刻呢 那么接下来 你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刻 在你内心里面会有一种渴慕 你不会觉得说 我在被冒犯了 以前当人们跟你讲福音的时刻 跟你讲到说 你要来信耶稣 因为生命的终结 等一下我们要去到哪里 如果不信耶稣 我们去到哪里 你总觉得你在冒犯我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 并且你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把它做对了 你先做好一个正确的决定之后 那么接下来 你在听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 那么也就是给予生命 也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的真理的教导 你就不会觉得被冒犯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坦课 也就是在蒙福人生一系列当中 是最为重要的一坦课 那么题目就叫做首要的原则 所以我请后台的把这个powerpoint把它 打出来 好 谢谢 所以我们来看到蒙福人生第四坦课 就是谈到这个首要的原则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上帝正在邀请我们 来进到这个给予的特权里面 哇 这个给予的话都也要有一个特权 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特权 为什么呢 神信任你 上帝也看重你 祂相信你能够活出 祂给予的生命的那种的榜样 记得我们的上帝 祂不单单只是创造主 祂也是一个非常乐意 不断地给予给予再给予 不断地给予的上帝 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 所以我们要经历到上帝所赐的福 不单是没有加上忧虑的 并且我们也要看见神为我们敞开天上的川腹 将属于我们真实的财富赐给我们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么今天早晨呢 我们第一个要点的我们就要来看到说 第一个的重要的原则 就是上帝若是在你的生命中居守卫 其他部分的秩序你才会对 相反的 假如上帝不是在你生命中居守卫 那么其他的秩序都会乱掉 你可能会说 牧师我已经接受耶稣在我生命中了 自然而然我已经把它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了 那么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谦卑地再来回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吗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吗 记得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说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以前我们会道转过来 我们会说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钱也在哪里 今天主耶稣再次提醒我们说 你的钱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里也就让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蒙古人生系列的这个第三堂课 就是什么考试 还会记得吗 上一堂我们谈到说 每一次当我们领到薪金 拿到薪水的时刻 你会马上的把你手头上 你所领的那份的薪水 做怎样的花费 第一份你的花费在哪里 就显示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了 很多人挤满的 他必须要偿还他的信用卡 他要偿还很多很多的 这些什么物期 车期 或者是什么贷款等等 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说 信用卡能够带给你 很大的资福呢 其实不是 是不是你所还的 贡旗的 他能够给你这个福气呢 都不是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 是上帝 他是我们福气的源头 所以当你把你的第一份的 这个花费在哪里 就显出你的内心 到底是以什么来为首位的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如果你把这个持续 弄对了之后 我相信说 上帝他会引导你 不光只是在你的家庭 婚姻 你的事业 甚至在你的侍奉里头 你生命的每一方面 那个持续都会正确的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 如果我们倒转过来了 很多方面 我们就会感觉到很乱 没有一个持续感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们仍然会觉得说 这么我的生命 在我的生命里头 总是会有遇到很多的 这个拦阻 这个的关卡 虽然信了耶稣 跟着来做礼拜 相当久了 可是为什么我的生命 不能够这么样的一个 蒙神祝福的那种的生命呢 今天早晨 也许上帝要对你来说话了 也许上帝要告诉你 祂的真实的答案 所以你对这个原则的回应呢 将会显明你的 这个内心的这个状况 我们再来看回这个 PowerPoint 那么我们会看到说 你对这个原则的回应 将会显明你内心的这个状况 所以如果今天早晨 你听了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很舒服 因为你觉得说 神在对你说话 很好 那如果你觉得说 你被冒犯 那也是显出你自己内心的 这种的状态 是如何 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这个时刻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 列晚祭上17章 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的记载 列晚祭上17章 好不好 我们一起拿出我们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观约到 列晚祭上17章 列晚祭上17章 记载着一个 大家耳熟目想的 就是 关于到以利亚先知 在那个年代 整个的以色列国 他们经历到一个 很长的 干旱的时期 列晚祭上17章 我们要从第8节 我们来念到第10节 列晚祭上17章 第8节到第10节 是这样说到 耶和华的话 领导她说 你起身 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住在哪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 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 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门 建有一个寡妇 在哪里捡财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愿器皿 取点水来 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她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上帝启示 我没有饼 它内只有一把面 饼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 好 我们先停到这边 我们看到说 上帝吩咐 以利亚先知 去到这个寡妇那里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 刚旱开始的 六个月之后 意思说已经开始 非常的干旱了 假如才这个饥荒 或者干旱刚开始 前面可能还会有一点 过去所余剩的一些的 物质方面来供养 可是经过六个月 大概以前所吃剩下的 也大概都用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贫穷 非常的匮乏 在这那个时刻 上帝叫以利亚先知 去到寡妇那里 这个撒勒法寡妇那里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说 当他遇见 这个寡妇的时刻呢 他第一样要他 向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水 哈喽 水大家都非常的缺乏 在这个时刻 大家都在去各处地方 去寻找这个水源 然后我们会发现到说 水非常非常的宝贵 可是呢 上帝要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 你为我取一点水来 那么这个寡妇也真的去做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 对她的提出的要求 似乎得寸进尺 似乎越来越过分 告诉她说 你可以为我做一点饼吗 煎给我吃 那么寡妇的她的回答 也是非常的真实 告诉她说 我们真的没有太多余的资源了 我只剩下一点点的面粉 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油 那么我要找两根木材 我们做饼 然后给我孩子吃 也是很真实嘛 对不对 她照顾她自己最亲密的 那个就是她的儿子 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只剩下和她相依伪命的一个儿子 所以就告诉以利亚说 我们吃了就死吧 可是呢 以利亚先知还是坚持这样 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 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有一些人已经 正在面临这种的情况了 然而在这种困难的当中 上帝还是要求我们来学习 来学习夸出那种信心的一步 所以以利亚先知对她说 你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 然后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我要大家把这个焦点 只放在一个字上 就是先那个字 这个先就是首要的一个原则 最重要的先 你先把这个小饼做给我 那我今天早晨 我相信说上帝他也是挑战我们 他要我们的信心跨越 他要我们的信心成长 他不要我们的信心挺顿在 过去的一个的地步 我们信心要不断的学习来成长 这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来看神的一个作为 然而当寡妇 她照着以利亚先知 所说的她去做的时刻呢 然后我们就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听一听上帝的话语 在十三节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多 他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死于降在地上的日子 不然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他和他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他内的面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短缺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 这就是我们看到上帝他所行的这个奇妙的事情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要点 对于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 我们要换一个想法 在好景气的时刻呢 也许你要纳上这个十分之一 你不会觉得很太过困难 可是呢 在不好景气的时刻呢 上帝更是要我们来献上 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 除了在圣经创世纪 有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就是以撒的事情 在他刚患的时刻呢 他还是啥种 OK 我们会记得 那么今天早晨呢 我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 也许你会观察到 有的人会这样说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刻 有哪一个行业是最为 非常的火红 火红是什么行业呢 就是投注 贯制 博彩业 你会看到说 很多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刻呢 哪怕自己挨饿 哪怕家里面没有粮食 可是呢 他们还是想尽办法 把口袋里面仅有一点的钱 投注在这个万字 博彩 为什么呢 他们想要一夜发财啊 可是呢 很不幸的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很多人因为这样 而走散了这个家破人亡 妻离此善的一种的结局 我在这里不是要鼓励大家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更是要远离这些 不是神所制服的钱财 但是为什么我要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明白呢 所以你会看到说 人们因为没有真理 人们因为没有信耶稣 从神话语那里得到真理的教导 知道说福气的真正的源头 是来自于上帝 而不是在于这种不是神所制服的方法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把盼望 换在错误的方法上了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样事情就是 当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刻 你更是要明白到说 是上帝他赐福我们 福气的源头在于他 正如诗篇127篇那里这样告诉我们说 若不是耶和华 参与他在看守 他在示服 我们一切所做的 尽都缓然 然后神制服说 你一晚要吃你白天老鹿 所得来的 你夜晚你可以吃老鹿得来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好景气的时刻 我们要奉献 不景气的时刻 我们更是也要继续的 秉持着实义奉献 把我们自己放在神制服我们的一个管道上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那奇妙的作为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上帝他不是叫这个 以利亚去找那个寡妇 而是让那个寡妇来供应以利亚的这个需要 相反的 神打发以利亚去寡妇那里 是因为上帝要亲自供应寡妇的需要 所以很多人 包括我以前也是很纳闷 当我念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刻呢 我在想说上帝你有没有叫以利亚去错地方 你应该叫以利亚去当地有钱人的家中 可能很富裕的家庭的当中 让这些有钱人可以照顾上帝你的仆人 就是先知 可是偏偏为什么你叫以利亚 去那个全寡妇的家中呢 有一些寡妇 我是希望我不会冒犯到大家一些人 寡妇可能他从他过世的先生那里 承接了很多的财富 可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这个 撒勒华的这个寡妇她是非常的平权 上帝为什么偏偏要叫以利亚去到这个平权的寡妇里面的家中 原来我们看到在后面是上帝他要供应寡妇的需要 寡妇只是献出一点的水和一个小饼给这个以利亚先知 那后面我们看到神赐福寡妇家中的需要 他的塔内的面粉没有缺少 这个瓶子里面的油也没有短缺 一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所以上帝他双倍不止很双倍 很多倍无止尽的不断的不断的来供应 这也让我想起在新约圣经中 讲到那五饼二鱼的神迹 神就不断的不断的来供应 求主来帮助我们 寡妇他代表失去所依靠的 寡妇也代表他很会宝 但是神让他经历到神迹 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经历神 让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给自己机会经历神 一二三 给自己机会去经历神 那么就是透过使一奉献来捐荣上帝 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来居所谓 求主帮助我们 我要说一点关于我自己个人的见证 在我还没有现身做这个全时间工作者 服侍者的时刻 那时候我在刚刚念完书 我就跟我的父母亲谈起说 我日后我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 然后当然我的父母极力反对 首先是我的母亲她很反对 她就告诉我说 她所知道 她所看见的 在过去的年代做牧者传道人 都非常的贫穷 非常的贫乏 然后她就希望有谁我说服我 不要做传道人 然后到后面她放弃了 然后她就把我交给我的父亲 让父亲出面来跟我讲话 然后还会记得我曾经分享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一个的爸爸 那么在家中如果他开声说话了 你们大概就是只有听的份额 没有机会来反驳了 那么记得我一直很清楚 记得我父亲曾经问过我一句话说 为什么你要跟钱来作对呢 用复苏话来讲 你做什么跟钱 你做东西呢 钱哪里对不起你哦 没有人不需要钱 然后我的回答说 是的 我没有跟钱作对 我不是不需要钱 我知道钱的重要 然而我还是相信说 是上帝的呼召和带领我 让我能够来服侍他 所以这几十年下来 我可以见证的就是 神祂的供应 那么你认为在很困滑的时刻呢 上帝其实不断地在供应 一直到后来我的妈妈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越吃越胖 不是以前想象中的那个传道人是干巴巴 瘦瘦的 我说是上帝在养我 哈利路亚 我派所荣亚归给上帝 搞到现在我还在尽力的 要让我瘦身下来 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接下来我要让大家看到说 上帝他有能力供应以利亚先知的 其实他不需要叫以利亚去穷寡妇的家中 那么我们来看 在圣经列晚纪上的同样的一章 就是列晚纪上十七章那里 我们看到说在前面 上帝已经他叫以利亚先知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列晚纪上十七章 我们来读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领导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越当河东边的基利西盘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越当河东的基利西盘 乌鸦早晚给他刁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吸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基利西盘 基利西盘 是上帝特地为以利亚先知所预备的 很多人都在找水 可是呢 只有以利亚知道那个地方 是上帝告诉他 所以在这个经济数条的时刻呢 困难的时刻 我们也要祷告上帝 好叫我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源 阿们 如果有上帝的带领 别人找不到你 就是你找得到 那就是上帝给你很大的个恩典 所以神可以用超自然的方法 来供养以利亚 我们不知道的 然后更加奇妙的就是 上帝让乌鸦来供养他 乌鸦其实它是很自私的鸟类 它拿到的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来骗取他嘴巴中的那块的肉 所以乌鸦可以早晚叼肉 来供应给以利亚先知他的需要 这个让我自己本身一个的经历 就是在服事的当中 上帝也常常借着一些我们以为是不可能的人 不知道的人常常来供养我们的需要 我觉得很奇妙 在很多年以前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刻 神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 我知道说上帝他会安排一些你所不知道的 可能你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他们却这样的很真实的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的供应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放心的 我们来依靠我们的上帝 有一天中午的时刻 在我去我教会的服事的路程当中 我经过教会后边有这个很大的敕水池 就是当鸡 敕水池 那么在那天眼乐的中午呢 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画面 很美妙的画面 我就停在那边 中午12点多 我宁愿站在大太阳底下 我忘记带雨伞 也没有带帽子 我在观看什么呢 原来在那个大大水槽下面 有那个水龙头 而那个水龙头因为没有观景 就一滴水一滴水的这样滴下来 而正在水龙头下方的有一只小马雀 它不偏不倚的 就站在那边领受那一滴水 滴在它的头上 在眼热的中午 它在那里冲凉洗澡 做日光雨 我就挺下脚步 我很去欣赏那一件的事情 在当下上帝就告诉我说 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那里说 天上的飞鸟不重不收 但是天父爸爸照顾他的需要 于此 与那个同时呢 上帝也告诉我说 我们人类不也是好像一只小马雀吗 在世界上几十亿的人口的当中 我们真的好像是一只小马雀 小马雀的需要有多少 天父他肯定能够供应 在我们眼中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的需要太大了 太可怕了 可是在上帝的眼中 你的需要就是那么一滴水大了 在它上面是满满的那个蓄水槽 太令我震撼了 我一直一直鼓励我自己说 不用怕 不用怕 其实每个人 因为我们忍性之软弱 我们对自己的未来 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安全感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些的不安全感 因为不安全感 我们就阐释 我们要去抓住 尽量地去抓住 把握住一些 可以实在的 一些物质的东西 然而上帝告诉我们说 孩子 你在我的眼中 你的需要 我肯定是能够帮助 能够供应你 阿明 再次派一首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 阿里路亚 除此之外 在列晚纪上 17章之后的第19章 那么上帝也让我们看见说 他要以利亚先知 走更远的一个旅程的时刻 神也派天使 来为他预备所需要的 在列晚纪上 19章那里 让我们看到说 在旅途中 以利亚先知 他疲惫了 他困乏了 他就停在一个地方 他不知不觉给睡着了 就在他几度 贫穷 或者是 匮乏疲倦的时刻 神派天使来 服侍他 在他不知不觉的当中 上帝为他预备了 派天使来 为他预备 饼 还是什么 烧烤的饼 还有水 太美妙了 在那种地方 你尽量吃到 好像我们在街上 吃到的 罗地加纳一样 太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是被称为 耶和华以乐的上帝 绝不是烂得虚明的 他真真实实的 他是配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上帝 他叫以利亚先知 去到寡妇那里 其实是要供应 寡妇的需要 今天 如果上帝 他感动你 感动我们 每一个人 来献上 这个十分之一 其实上帝 并不是他缺乏 而是上帝 让我们有机会 去经历他 而透过十分之一 奉献 我们又可以 让上帝 有一个 很合法的一个广道 算是你邀请他 遵容他 让天父爸爸来 供应你的需要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到 这个原则 就是为神的国 来献上 为神的国 来献上 当我们谈到 这个要点的时刻 我们要明白 我们是要以信心 来夸出去 先夸出去 记得 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 很多次提到 这个要字 就是先 先做的那件事情 先 哪一个是最重要 先做的 所以以信心 先夸出去 因为既然我们看到 上帝是这么信实的 来供应 来 照 照顾 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时刻 可是很多人 他仍然要抓 我仍然要抓住 因为我们害怕 心里面的那个害怕 实在是不容易 心里面的那个惧怕 好像一个巨大的巨人一样 一直拦住我们 我们不能够去 来经历到上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 当你 先给神 当受的尊隆 神就会给你的事 供应和保护 上帝也会为你 来斥责 吞斥责 和偷窃责 这记载在 马拉基书第三章 非常的清楚 很多人都问过 这样一个问题说 难道一定要 十分之一 我们才会领受到 上帝的这个赐福吗 其实答案是很肯定的 反过来是 如果我没有 纳上十分之一 我是不是意味着说 我不但得不到上帝的赐福 然后我却 遭受到这个咒诅 我说很对不起的 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写 不是我讲的 但是圣经里面 真的是这样讲到 马拉基书第三章 因为上帝对以色列人 就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呼喊 说你们要把 当纳的十分之一来献上 然后当这个以色列人说 我在什么事情上 我偷取你的这个公物呢 神就把答案告诉给他们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纳上 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刻 你可以借此来 试试 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整本圣经里面 已经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应当来试探 我们的上帝 唯有在这件事情上 神让 允许我们 来试试他 并不是我们要试探 上帝 而是说你来试试看 是不是我是那个真实的 我是守约 诗慈爱的 那个的上帝 你可以来试试看我先 所以怪不得 这个Robert Morris牧师 Gateway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 他对他们的教友 弟兄姐妹 给一件的挑战 若是你纳上十分之一奉献 长达一年 忠心的来长达一年 然后你说你真的没有 经历到神的祝福 他们教会愿意把这个 十分之一读书都来 退还给他们 退还给那个教 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 那我们当然 我们不需要到这样 我们相信说上帝 他真实的会做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为神是守约 诗慈爱的上帝 所以感谢主 我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 事情当中不断地学习 从家庭和孩子们的 这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都一直经历到说 神是怎么样的供应 和这个看顾 从家里面的用具 不是长长坏 感谢主 他们说 这么你家里的东西 都可以用得那么久 除了我们很小心地去保养他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 他肯定会整天这个坏 那个坏 这个坏 那个坏 不必要的钱 不断地在浪费 然后孩子的健康都很好 并不是因为我们照顾得很棒 那么其实是上帝在照顾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跨越这个惧怕 因为惧怕 常常就是拦住我们内心的 当我给出去的时候 会不会我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诚心诚意的 我们纳上这个十分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看到 在创世纪第四章 该隐和这个亚伯 这个两个不同的人生 不同之处 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 创世纪的第四章 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 这一对夫妇 他们所生下来的两个儿子的 这样的生命的这个表现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该隐是长子 后面就是他的弟弟亚伯 这两个人 他们的奉献的人生 真的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从当中 我们一起来学习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创世纪 第四章的第一节 我们来念到第七节 圣经这样说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伴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养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 该隐拿地里的畜场为贡物 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 头生的和养的只有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放怒 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放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醒得好 岂不蒙怨啊 你若醒得不好 罪就服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所以我们看到说 该隐他也献祭 亚伯也献祭 两个人同时献祭 然而上帝却怨纳了该隐 为什么该隐的这个祭物 不蒙怨纳呢 其实该隐他知道 因为他该隐的心 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呢 该隐的心 正如在有大书 第一章十一节那里所讲的 它是贪婪和贝虐的心 什么是贪婪和贝虐的心 虽然上帝已经告诉该隐 怎么做了 你说圣经中没有这样的记载呢 但是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 相信说神 上帝会透过该隐的父母 就是亚当和夏娃 他们的生命的表现 已经很清楚地告诉 该隐知道是该怎么做 同时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两三的上帝的 这个原则之下呢 我们相信上帝也会告诉 该隐你该怎样来奉献 只是该隐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包含了这个贪婪和贝虐的心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看到一个关键词 就是你若醒得好 岂不蒙悦纳 一说该隐知道 你若做得对 我告诉你的 可是你没有跟着做 假如你跟着做 你一定是做得很好 我一定会悦纳你的贡献 那如果你醒得不好 还有没有机会啊 还有的不断上帝有给他机会 让他能够献上最好的 而献上神所愿纳的 可是我们一而再 在而上看到 该隐他选择悖逆 以至于到后面 他就恼怒耶和华 他生气耶和华 他箴言书19章第三节 告诉我们说 人的欲望毁灭了自己的道路 他的心却恼怒耶和华 因为自己的欲望 在英语里面是这样形容 既不聪明又不肯听劝 就是不顺服不受教 那么因为这样 他的生命有很多的拦阻 他就生气上帝说 为什么你就看中亚伯的贡物 而没有看中我呢 其实神有告诉他 只是他不断地选择这个悲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从这个当中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亚伯的心 亚伯的心 亚伯的心在这个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第四节 那里也告诉我们 亚伯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的为人 圣经很清楚的在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 这里我们可以有两个要点 就是亚伯他用信心和以神为首位的心 来献上的他的贡物 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刻 我也像很多人从创世纪那边开始来读圣经 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刻 我很纳闷 我在想说 上帝为什么你愿纳亚伯不愿纳盖影 因为盖影他是献上田里的这个田厂 就是农作物 然后亚伯他献上他自己生树里面 他所养的生树的这个的滋油 我还以为上帝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 我以为说 神你的口味不一样 是不是你喜欢吃肉 然后你不喜欢吃菜 后面后面我在读不断地读的时候 我才读到这其中的要解 就是吃什么呢 羊群中投身的 不是神喜欢祂的自由 原来上帝祂喜欢投身的 因为这个投身的就是代表出手的果子 投身和出手的果子 也同时预表了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不是十分中的其中的任何一分 不是第二 也不是第五 也不是第九 很多人在十分之一奉献上 我们都曾经软弱过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还是怕嘛 对不对 在不断地操练的过程中 慢慢地跨越惧怕 以前我们也会把这个 这个十分之一奉献 是放在后边采纳上 后面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经过各种的开销 花费之后呢 剩余的 比如说我剩下最后的五百块 OK 那这个五百块里面 我抽五十块来奉献给上帝 我说神啊 这就是我剩下的 唯一的 剩下的十分一 其实不是这样 上帝要我们就是 当我们在领到我们 手中所拥有的时刻呢 把第一份 首先的 先纳给我们的上帝 亚伯就是这样的表现出来了 所以上帝祂愿纳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 这个这一件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 耶利哥城的这个教训里面 我们看到 在耶稣亚纪第六章十九节 当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他们跨越了越当河 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也就是高大 很宏伟的耶利哥城 看过好像是不可能能够战胜的 可是神却用很超自然的方法 来带领以色列人 来经历到这个得胜 在那之前 上帝已经吩咐以色列人 要遵守一样的事情 就是在城里面的 所有金的 银的 铜的 铁的 通通都要归给耶和华 归胜 是纳给上帝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把他夺取 然而我们看到说 当以色列人轰轰烈烈的 战胜 克服了耶利哥城的 这么巨大的拦阻的时候 却仅然在第二个的小城上 埃城 远远的比不上耶利哥城 他的巨大宏伟 可是在埃城事情上 他们却是失败了 为什么呢 原来当中有一个叫亚干的人 他拿的不应该拿的东西 所以今天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给我们看到他的原则 如果我们捐守上帝的原则 我们要蒙福 但是你说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上帝你是良善的 你美好的 你既然是好的 你就给我们好的 你不要给我们不好的事情 再等在后面 其实不应该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上帝他爱我们 他把最好的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 为什么我们要拒绝耶稣呢 同样的道理 上帝把最美好的福气 放在十分之一奉献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拒 当我们拒绝的时刻 我们又生气上帝 这很不合理对不对 很不合逻辑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耶利哥城的教训 就是让我们看到说 当亚干他偷取这个神之物的时刻呢 整个以色列民主也因此 受到这个的失败的一个的打击 所以十分之一奉献讲的就是 上帝的供应和他的保护 就好比亚伯拉罕 他献上以撒一样 他把他投身的献上 亚伯拉罕等待这个应许之子 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等到他真的很年老 当他得到这个孩子的时刻呢 神竟然要他献上 以前我们也是不明白 神啊 好像你太过分了 你跟亚伯拉罕开了这么大个玩笑 等到他七老八老的时刻 才得到一个偉意的儿子 你又要把他献上 然而 我们却看到说 上帝的原则 在摩利亚山上 他们也把他称为 耶和华以乐的山 耶和华逼宫医 当你往着这座山 往上走的时刻 虽然挑战越来越大 考验也越来越多 但是神的供应也跟着越来越多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呢 我要带大家来 思想到这一点 你先想到谁 你先想到谁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原则 同样的 不但是在旧约 在新约 也是有谈到这一点 在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件事情说 为什么上帝不要在 新约圣经的时刻才谈到这个 十分之一奉献 其实答案是已经有的 然而我们先天 我们来听 耶稣给我们怎么样的原则 祂说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 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头 把那个要字把它圈起来 用红笔也好 先那个字 你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 我们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祂可能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不光只是经济方面 然而在你个人的健康 在你生命中任何的一方面 冷静关系 或者是思想 或者是你生命中需要要突破的那个要点上 上帝要供应你 要帮助你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到这个后面的部分 我们就明白到说 在旧月中投身和出手所代表的就是十一奉献 在新月中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原来上帝早早就计划 在他永恒计划里面 他已经计划好 耶稣在所定的时候要来到 并且他要献上为祭物来给上帝 也就是上帝自己本身也做一个榜样 他把他自己唯一的独生的这个儿子 耶稣基督赐给人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 好不好 如果上帝把这么美好的 伟一的他也给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把最美好的来给上帝呢 当我们讲到十分之一奉献的 一直到今天 如果你还觉得你被冒犯了 那为什么上帝不是被你所冒犯呢 是不是 因为神把他最美好的给我们 然后你又拒绝 或者你受了 然后你又没有回报给我们的上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上帝给了我们他最美好的 难道他不配得我们最好的吗 求主帮助我们 亚伯 他是以一颗全解的心 信心 顺服的心 来献上 他的公务 是投身的 该于呢 他用悖逆 贪婪的心态 他要不断地来抓 来抓 他不相信神 是背逆神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选择做谁呢 我们要选择做 该营 还是要选择做亚伯 记得 十分之一奉献 他不是跟上帝来做一个交易 上帝 既然你讲得这么好了 那么我 纳上十分之一 我等着来看 你是不是来吃福我 有那种 以少换多 以小换大 那种的心态 绝对不要 但是我们 十分之一 记得 我们是来 捐荣三帝 让三帝 在我们生命中 有机会 来施行超自然的神迹 来供应 我们的需要 捐荣神 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 让我们一起 我们来祷告 我这时刻 我也邀请 这个敬拜团的 来带领我们 来用一首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来俯视我们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的信息 其实它要点就是 把上帝放在 首要的一个位置上 当我们选择 把神放在 首要的位置上的时候 各方面 你就会看到 那个次序 就会对了 如果我们不把神 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那么很多事情 你会感觉到 很乱 很没有持续 我要奉耶稣的名 我要祝福弟兄姐妹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有个突破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邀请你站立起来 我们用四个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 在祷告中 来寻求神 阿们 我们谢谢我们刘牧师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 让我们带着 我们称呼 神孩子的身份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宣告到我们 愿意献上我们的 十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带着 神孩子的身份 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平安 在我们的心中 阿们 我们也祷告手 今天早上我们开始 圣灵啊 加点更多的信心 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出 神孩子的身份 哈利路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你胜利 每天充满我 持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再次来对神宣告 我有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再次来宣告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我有喜乐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圣灵每天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我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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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我有喜乐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心 我有喜乐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的心 祢圣灵每天充满我 是给了我信心 我的生命 充满赞美旋律 祢主耶稣 祢的话语 许帮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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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宴富上帝 我问主耶稣 我们要宣告 要祝福弟兄姐妹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在从今天开始 每当我们用十分之一奉献 来捐容祢的圣名的时刻 我们的心是充满喜乐的 是充满平安的 充满盼望的 因为我们要看见天父上帝 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你要在我们生命中 来施行超自然的神迹 让我们不断的来经历 你是那一位可畏可大的一位的上帝 很卓越很卓越 我们非常感恩 他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我们感恩我们这个蒙古人生 这个系列的教导 我们每一次聚会完 讲完道座都会出五个题目 那我们先来看看 三个星期的题目的答案是什么 三个星期是那批牧师分享 非常简单 我也鼓励你们一家人一起坐下来 谈谈听听 这样子我们确保说 我们孩子们真的是有在专心听到 你自己也在专心听到 那第一个题目呢 答案呢 天父在金钱方面给我们 基本的考试是哪一种的奉献呢 是一个考试来的十分之一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你来考 上帝要试验我们在十分之一上 然后他说我们也可以去试验他 第二呢 按照圣经要做大事教 从哪里开始啊 小事情开始 从小事上如果你忠心的话 神就会说你在大事上也忠心 简单讲说 神说我教你那三十分之一 如果你忠心的话呢 神就会把更大的财富交给我们 就是这么简单 他先看一下我交代你十分之一 管理看你管得好吗 如果你管得好 我就把更大的产业财富交给你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呢 他说天父给忠心的孩子的应许是 凡是有的 还要怎么样 讲 一起大声讲还要 讲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了 神说你越忠心 我就讲你越多越多 所以呢 在我信主到今天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奉献的人 是越来越平准的 在我整个旅程里面 越奉献的人 就是越多有钱 越多的发达 越多的蒙福 这个就是真的 因为上帝是 绝对是可信任的 那么第四题目呢 十分之一是属于谁的 大声喊出来 十分之一是谁的 天父 其实不是我们的 所以上次立比牧师有讲说呢 天父爸爸把十分之一呢 交托给我们去管理 其实这个是天父的 他说我们要学习在 谁的东西上中心啊 别人啊 天父就会把属于我们的给我们 意思就是说 十分之一不是你的 是天父的就是别人的 天父的就是别人的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 所以你不可以把十分之一 放在你家的银行户口 或者放在你的钱包里面 那是别人的钱 那个别人是谁 天父 就是他用这个例子说 十分之一是天父的 所以上帝就做了这个例子说 你在别人的东西上 如果你忠心的话 神就会把真正的给你 属于你的给你 所以我们来看第五个题目 那么那个真实的财宝 神要给我们什么呢 就是呢 有智慧啊 聪明啊 启示啊 恩高啊 恩典啊 健康啊 幸福啊 这些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真实的财宝 随便你写哪一个答案 我看都会对的 这是上一个星期的题目的答案 今天我们来看呢 今天早上星期牧师所讲的 如果你还不知道答案的话 下午三点再上网 YouTube Facebook 你就可以找得到 一边听一边写这个答案 第一个题目呢 若是神在你生命中居于什么 今天早上他一直讲一个字 啊 居于什么 所有的才会对 反制呢 相反的所有的事须都会怎么样 这个在前面一开头引言就有了 第二题呢 你请记住 仙 仙啊 不是仙女 仙作的仙啊 代表的就是什么 OK 第三个题目呢 在什么时候我们要纳三十分之一 是很有钱的时候才纳吗 很富足的时候纳吗 他说什么时刻我们要纳三十分之一 什么时候更要纳三十分之一 第四个题目呢 该引的心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雅伯的心又是怎样的呢 很直接的 那么第五个题目 新月中出手果子和头身预表 就是什么 这是最后他讲的 为我们感谢上帝呢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呢 下午三点在上晚 听跟你的孩子 家里的长辈们一起 在上晚上线呢 听听首播 然后把这个答案弄好了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发给你的组长 那么我们已经进入第四课了 还有六课呢 我们完成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小组呢 去目都会鼓励你给你们一个神秘的礼物 神秘的奖品 所以呢我们非常感恩 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说 这个十个星期的教导呢 会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一个蒙福的人生里面 说阿们 因为整个生命的思想如果改变的话 你的生活就蒙福 真的我再重复一次呢 蒙福的人生不是单单在钱 而是在很多全方位的幸福快乐 关系 健康 工作 家庭 婚姻 亲子 各方面 这个就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 我们的天赋好不好 太厉害了 他要我们信服 说阿们 你转过站起来 我们来跟旁边那个人转过去跟他讲 上帝要你信服 上帝要你信服 要蒙福 你说你知道吗 知道 好的 我们一起来被主导文好不好 来一二 一起来被主导文 一二三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愿的饮食 今日是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求我们脱离轩 因为国度全必荣耀 全是富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下一个星期呢 要继续回来了 把地球准备带回来 记得从这一个出口出处 上帝祝福你们